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已所行四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已所行四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已所行四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好 那我记得我们还没下去之前 大家在群组里面有一个问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有没有把它记错 可是总之它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 应该是所谓的我们在关带本质 以关带心事等等的分类里面当中来讲 乃至关带本质的这种七种分类里面的话 有分我们不是说语 或者应该是历子 中法跟因都是要各别各别或者意吗 他说如果是假使我们是说历子跟因不是相异 或者说中法跟因不是相异的 以及什么 或者说历子跟中法不相异的话呢 为什么这个不是中法成立 应该不是不成立因 他说应该是有中法成立嘛 我记得我如果没 因为他的用词我没有百分之百记得 可是总之他是说那在这三个例子当中 如果历子 中法 因没有相异的话呢 为什么不能中法成立嘛 中法不成立的原因是什么 其余的别的比较容易讲 我们说例如你看 我说声音为例 我们套例子来讲 他说声音为例是声音 因为是有违法的缘故的话呢 他已经了解声音的时候呢 他就把声音了解是为声音了嘛 他已经就对于说什么呢 对于这个所要成立的 或者所要证明的 已经没有疑惑了嘛 就跟我们后面讲的 跟对针对人没有无过 没有无过是预知例子 真的来讲的话 这三个为什么不是中法成立 为什么是不成一的原因 都是可以归纳于说什么 没有无过是预知例子 只要是例子 成立法跟因没有相异的话呢 就不会有无过是预知例子 没有无过是预知例子 和刚刚为什么没有无过是预知 如果 例子跟中法没有相异我们刚刚讲他一了解例子了 就已经了解了所要证明的就没有疑惑了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我们是说什么 是中法跟因不相异的 例如说声音为例是有违法 因为是有违法缘故 或声音为例是无常 因为是无常的缘故 这也不是中法成立 则对所证明已经了解了吗 是不是他了解声音是有违的时候呢 他也了解声音是有违了吗 他了解声音是无常的话 也了解声音是无常的时候呢 所以是什么呢 这是不是也是没有无过是预知例子了 没有无过是预知例子来讲的 那这个时候呢 最后我们讲说 那比较大的 以我可能说什么呢 是例子跟因 如果不是相异 为什么不是真因 例如他说什么 声音为例 是无常 因为是声音的缘故 因为为什么呢 这也是不可能有一个 无过是预知例子来讲 我们用白话来讲的话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为什么呢 等于是说 你是把我的疑惑 你用这个来回答我 你说我们用白话来讲 你说你真的是 这个是讲 如果是难听 你讲的是 没有意义的话 蛮讲废话而已 为什么 你说声音 为什么是无常 因为是声音的缘故 我现在的疑惑就是 声音是无常 我的疑惑声音是不是无常 我还在疑惑 你或者说 因为是声音的缘故 你不是把我的疑惑 转为在问我一样吗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已经明明代表是 我对声音是不是无常 这是我要证明的嘛 我知道无过是预知例子的话 这是我要疑惑的 你又说它是因为声音的缘故 那不是因为人家很气死的 我说你根本没有回答我的 你根本没回答我的问题嘛 你就把我提出的问题 你再重新再问我一遍而已嘛 那个根本是没有用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不管是 中或者我们说 例子跟音不相译 或者是 什么 音跟中法不相译 跟中法跟 或者我们说 中法跟音 不相译 等等的 在这个条件来讲的话 为什么 这是说所谓的 是叫不成立音的原因 是在这边的 好 那我们还没下去之前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 那个舌尖上的唐力为力 是有唐色因为有唐味的缘故 这个论事 这有福称大师跟惹对寺两个看法 那我引申了两个问题 我先讲第一个 那个福称大师他是认为 你了解了有唐味 就会了解有唐色 但是其他人就提出质疑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以我们粗浅的生活的体验 我们都会知道像糖果啦 苹果啦 这种东西都是色香味 同时都有的 色香味处 但以我们自己的经验 对一般人来讲 要了解有唐味 就会有糖色 不是那么困难 好像也不必经过刻意的去学习 但是给谢拉说 他这个理论是很复杂的 很难解释的 那表示这里面应该有我们没有看到的问题 请问那是什么 那我说当然 因为大家又想到说有一点的是 你知道我说我们都知道这是色香味俱全 可是问题是现在你把你一个看不到的 你已经在你嘴巴里面了 所以他为什么想说舌尖上的糖粒 当然你知道一般糖是有形状有颜色 可是你现在你看不到的东西 你在你嘴巴里面你说 你怎么知道那个糖粒有颜色 或者有形状 是他还没有证的 他不了解说 你了解了糖的形状跟颜色 他没有否定这个 他还是说你要怎么推出说 舌尖上的这个糖粒是有颜色是有形状的 你知道是刚刚你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是色香 我也知道 你看我说你了解说若有烟则有火 他已经了解可是你了解他也了解了火 了解了烟 可是不代表他了解说他方是有火 他了解了火了解了烟 了解若有烟则有火 透过这些的条件他才有办法推出说 他方的山顶是有火的 他没有限制 就像你知道就是本来这个就是要这样了解 就是说糖色跟糖味 他就要了解说他是若有糖味 若有糖色嘛 他这个要先了解说这个片要了解 他现在起的疑惑或起的那种是说什么事 他没有办法用限制到舌尖上的这个糖的色 这个我们用糖色来讲 你就想说是颜色或形状 你没有办法限制到舌尖的这个糖块 或者我们说糖果上面是有它的颜色的时候呢 你怎么他的认知是你怎么推呢 就是像你刚刚讲的 因为胃跟色是不可分离的 有胃就有色有色就有胃的 这样子来讲的话 是因为有胃他认为说就要推出 这个舌尖上的这个糖是有糖味的 所以刚刚讲的 对对我们大家都了解是 糖色跟糖味大部分你知道说 任何的食物就是色香味俱全的 那个我们他都知道 可是他的意思不是说 他的意思不是要推出说 有糖味就有糖色 这个他不用推出来 这个是来讲 他现在是要说 有些我们看不到的 这个来讲大家可能要回想说 我们这个比较复杂的 为什么来讲的话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说若有糖味一定要糖色 这什么呢 就是你看为什么会比较复杂 就是我们上次讲 有一些人会认为说 刚刚讲的那个以上的例子 说舌尖上的糖味为例 是有糖色 因为是有糖味 有人说是什么 有人说这个是不定音嘛 是不是我们在上次来讲的叫 有些人认为叫不定音 可是福生大师就说什么呢 他不认为这叫不定音 为什么 如果你说他是不定音的话 他是什么不定音 或者如果是个不定音 假使他是不定音 他只能可以成为什么不定音呢 是可以成为的 他认为说什么 所谓的不共不定音嘛 没有了解这个来存在 可是来讲 那可是福生大师他认知的是什么 他认为说这个以上的例子是 不成立音嘛 所以这两个的真结 或者两个的完全不同的想法 就是在这个地方来讲了 那我们上次会提的疑惑 是说什么 是我还反而我还认为说 这一个比较容易讲的是什么 是他在不定音的 比较容易你认为不定音说什么 因为如果糖粒或者糖味 在舌尖上的这个糖块上面 有证明的话呢 不一定要证出他的糖的颜色 我的认知了 你不一定要认知来讲 所以这中法还是可以成立 你为什么 如果你说他一定成立的话呢 后面会有什么影响 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又要回去想说什么 比度音法的果正音的时候呢 你就不是会因为 一个音而生出两个不同的笔量了吗 是不是 他那时候 法政论师在适量论的回答是说什么 我们是不是说 这个最大的辩论是什么 是人家认为说有一个 第四类的正音 有一个是果正音 自信正音 不可得正音 以外的第四类的正音 他就认为说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舌尖上的唐力为力 有糖味 有糖色 因为有糖味的缘故 这是四类 我应该说 三类以外的第四类的一个正音 因为他说 这个当然不是自信正音 当然不是不可得正音 也不是果正音 为什么 因为糖味跟糖色是同时间存在的 所以这一边的第四类的正音的话呢 你说大家争执的音是什么 我们会说不 你至宗所认为的音跟他方所认为的音是不一样 现在大家误解的音是什么 是正德 是什么 是能使正德舌尖上的糖粒有糖色的这个比度 他所依的音的话 他所依靠的正音 这个比度生起来 是要依靠一个正音的话呢 至宗所说的跟他方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认为说 生出 我就不讲整个音 我就简单来讲说 正德糖色的那个比度的音是什么 他方认为就是 有糖色因为有糖味的缘故 那我们所认为的 生起正德糖色的比度的正音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不是那个 就是所谓在经书里面所谓的 比度音法国正音的那个例子 是不是 神经上的糖粒为例 前一刹那的糖味 有能力生出现在的糖色 因为有现在的糖味的缘故 是不是他是用这个来讲的时候 他是依着这个音 生出了两个不同的比度了吗 那如果说宗法在时候就已经生出了 了解了糖色的量就生起来的话呢 那个时候他就生起 不是新生的一个比量了 当然这以前已经就生出比量嘛 是正而在正的 所以这有他的 我会认为说有他的过失来讲的话 或者有他的想法 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是如果你走向那个方向来讲的话呢 他会有他的困惑点 宁可 我觉得还是 这是纯粹是我自己的认知 大家不要来讲 我说在像依着根敦族大师 跟依着像我们人对事的那几个来讲 我说如果承许他是为不定音的话呢 比较容易来承许 比较容易怎么承许的话呢 就是有 就要跟大家以前的主师大德的不一样说什么 他立出一个叫做 我所谓的 有一个在供的不定音当中 有正的不定音 有一个有余的不定音 还有一个这两者以外的不定音 这两者以外的不定音 这个是 就有他说法了 那 福正大师他说什么 我刚刚讲的 很明显我说什么 他说 这一类的音一定是所谓的 不成的音 因为你认知的时候 他说你认为你已经证得 唐历上有唐位的时候 你就会认证得说他是有唐色了 因为什么呢 他就说以这样子来讲 那我们刚刚各个各样疑惑的话呢 那我们一般以前在试验 你要怎么做这个解释 像我那时候讲吗 我说 如果你证得唐位 你就要证得唐色的话呢 那你证得有唐位 是不是也要证得有 一定有唐的触觉 你证得有唐的味觉 是不是也要证得 一定要有唐的香气 那为什么就一定要说 唐位跟唐色是 你了解唐位 就一定要了解唐色 这是什么样的道理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那一般我们在这边来讲 和后面刚刚讲的 不是有一样的问题 那个升起笔量的 就是你透有笔度因法的果真音 就不会升起了两个新的笔量的话呢 那一般在承许的时候 或者我们跟随福贞大师会说什么 他说唐色可以分为他的粗细二分 有粗分跟细分的二则 刚刚所谓的不成立因的那个 有唐色 因为有唐位的时候 在指什么 是粗分的色法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你在舌尖上 他去了解唐位 不可能是用笔量 他不是用 这个位不是说用笔量 他是用限量 你用蛇式去了解的时候呢 他是不是了解这边也有形状了 你说你在怎么 怎么来讲 这个在舌尖里面 舌尖里面还是有一个形状 所以他了解这个 那要推出 升起笔量的这个时候呢 就不是 讲到这个粗分的色法 他在指什么呢 是在讲那个细微的色法 不是用这种舌头这样子 转来转去可以摸出来的 是什么 是当那个 如果我们讲那个粗分的色块 已经融化掉了 已经没有形状的实际来讲 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有这个味道 就有一个色法 乃至说什么呢 这个跟一循的下去 还是会有一个色法等等存在 是有这个 这才是讲说升起笔量的来讲 可是他要说什么 一样的是讲为糖色 可是又要解释说 有一个粗分的糖的色这一分 跟有一个细分的这个糖 乃至说什么 以前他们会举说什么 不一定是 像我刚刚用的是我们比较俗话的用称 可是有什么 那如果有色法的话 色法是不是也是有个别个别色法 就是颜色的那个 我们眼睛看不到的 用限量 那个细微的围层 才会有 有来讲的话呢 这一一用有糖味也可以推得出来 这个是我们用限量没有办法 证得到缘故呢 他是必须要去 用笔量而推出 那种粗分的色法来讲的话 像刚刚有点 类似刚刚的问题 我们 不是就是色香味俱全 我们都可以了解的时候呢 因为在舌尖上 他去尝到那一个味道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有 顺便 间接的摸出来 因为 我知道说 我舌头上有一个味道 是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东西在这个上面 所以他有间接证得说 这个有这个东西 可是 很多次 你看我们刚刚觉得 可能这个糖块融掉了 或者乃至我这个里面有鱼香啊 那个在嘴巴里面 我们 有些人是什么 有知道味道 可是怎么会 为什么我嘴巴 忽然会有这个味道来讲的话呢 所以这也一定会有他的 色法存在 这就是用他来 推出来的 所以 比较 要回答的时候 用 又去质疑 或者一 问 福生大师的承许 我们以前要承许 就 比较复杂 他是不是要分出 又有一个 初分的色法 有一个细分的色法 你了解 堂位 一定了解的色法就是讲 初分的那一分的色法 你要 以比度而升起 是意味细分的色法 可是 我们这样的解释是很容易 可是人家质疑的时候 他才不会让你有机会说 这叫细分的色法 这叫初分的色法 人家就会问说 那你不是依着比量所赠得的那个东西就是 赠而再赠 已经不是量了 你已经了解的时候呢 所以 一般来讲的话 我说 如果是我承许 我就会说 他是不定音 因为 虽然了解了 初分的色法 不代表了解他真正的那个 所要说的色法 色法要完整的了解 有他出戏 都了解了 所以这还可以是什么 中法还是可以成立的 不需要说了解舌尖上的糖粒 有糖味的时候 就一定会了解那个糖色是存在的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 共不定音是除了中法成立以外 这个中法者他要了解此音是存在于 此论式的同品或异品其中一方不是吗 不用 共的不定音 对啊 那这样的话 他如果不承许说 你了解有糖味 就了解有糖色的话 他又是怎么去决定 这就叫 我说你先听我 你先听我 所以你先听我 你先听我这样子 所以他如果不了解 就叫不共不定音 你要说如果不了解 就叫不共不定音 但是他不是说认识 不是不是 你没听懂 你还没听懂 他有了解有糖色 他没有了解舌尖上有糖色 我刚刚就一直在讲这个 说他已经了解了糖色 他没有了解舌尖上的糖色 你了解糖色 跟你了解舌尖上的糖色是不一样 你了解了火 跟你了解他方山顶的火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了解了糖色 他了解若有糖味 则有糖色 都了解了 如果你要讲说第三类的音的话 这些他都了解了 如果你讲说他是不定音 他没有了解存在于同品 也没有了解存在于异品 这叫什么呢 这叫做不共不定音 就是刚刚的关键是 他了解了糖色 他没有了解舌尖上的糖色 他没有了解舌尖上的糖色 你还是了解说 你为什么是不成立音的缘故 是因为当你如果了解舌尖上的糖色 你已经了解了舌尖上的糖色 论事的话 他的那个同品就是有糖色而已 没有特别讲舌尖 把舌尖上的放上去 就变成立法了 不是啊 你又说同品又说成立法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个论识 舌尖上的糖力为力 这个论识 他的 他如果以有糖位为因的话 不是 我先回去 我说 你看 你想想看那个因 舌尖上的糖力为力 有糖色 因为有糖位的用 他想要证明的是什么 他要证明的是什么 要升级什么笔量 不是 他要证明的是什么 你尝到有糖味的话 你就会了解有糖色 不是啊 他方的山顶为力 有火 因为有烟的原果 他要证明的是什么 所以我才说 是不是我想说 要把舌尖上的 不是 所以我说 你不要现在 你先回答 不是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你先 他方的山顶为力 有火 因为有烟的原果 他要证明的是什么 这个因想要证明的是什么 他方上有火 对啊 所以他不是要证明火 他不是要证明火 他是要证明 他方的山顶是有火 是要证明他方上有火 所以当我一样 我改变了 我现在只是换说 舌尖上的糖力为力 有糖色 因为有糖味的缘故 他要证明的 不是糖色吧 对 他不是要证明糖色 这个是在于 要证明是正因的话 这三个个别 我常常讲嘛 这三个个别 都要先起就要了解嘛 例子也要先了解了 成立法也要先了解了 音也都要先了解 所以他 糖色 已经是了解 没有疑惑了 糖味了解了 已经没有疑惑了 舌尖上的糖力了解了 没有疑惑 现在的疑惑 他认为要证明的是什么 是舌尖上的糖力 有没有糖色 他这个疑惑是这个东西 他因为 为什么是疑惑 我刚刚讲嘛 比如说我把这个苹果 吞进去的时候 你已经看不到 我们一般 会了解糖色 是因为我用 掩饰去了解了 当你 吃进去的时候 你用掩饰 你用限量 没有办法看到的时候 我们是用什么 去了解说 还是有色存在的时候 他的疑惑是这个东西 所以 他这边所要说 我要推理 或者要用 升起一个彼度 他不是要升起糖色 所以你就不用说 当你如果了解 有糖味 只有糖色 这个我们 他都本来就承许了 这个就是 他说 这个都是他已经说 还没有 立出原因之间 就已经 了解了 现在的两个 两方要 要 讨论的 或者想说 我身起彼度是什么 是 舌尖上的 舌尖上的糖力 有没有糖色 有糖色的话 他就用什么推出来 不是一般的糖色 那这样惹对是 是怎么推出 舌尖上的糖力 是有糖色 就已经刚讲了 就是 比度音法的国真音 对 我的问题就是 他是 先透过比度音法的国真音 了解 所以才有办法 把它归类在 共不定音 不是啊 不是 不是 他不是应该透过 那个真音了解 他才能够承许说 此音是有存在于 此论式的同品吗 不是 你怎么把所有东西都 混在一起而谈的 你把 因为我是把 共不正音的定义回想起 可是我说 你把比度音法拿到 不共不定音 或者共不定音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两个有什么的 相关联系 好 我再讲一次 我的思维 我再讲一次 我的思维 就是 我先想 他把它放在共不定音 是第三个共不定音 这我都知道 对 那就是一个共不定音 那我就想 共不定音 是除了宗法成立以外 这个宗法者 他要了解 此音存在于 同品或异品其中一方 那以这个论识 他应该是了解 这个舌尖上的堂位 是存在于 这个堂尺的一方 不用 没有舌尖上的堂位 堂位是存在于堂尺 那你就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他是 藉由彼度音法的 不用 那用限量就可以了解 他是用限量可以了解 对啊 福生大师 为什么不能用限量了解 没有 你又套回去了 这个 刚刚是 因了解于同品是 堂位存在于堂尺这一边 你要证得的是 舌尖上的堂力是有堂尺 是两个东西喔 两个不同的东西喔 就像你 你先不要想那么复杂 你从简单一点来想 你了解 有烟 则有火 不代表你了解说 他方的山顶上是有火嘛 一样嘛 你了解有堂位 一定是有堂尺 不代表说 你就一定要了解 舌尖上的堂力是有堂尺 所以这就是他所了解的是什么 他所了解的是 不是 我连你的问题的真结点在哪里 我都还没听出来 真的 他是怎么样去符合 共不定音的这条件 都符合啦 为什么 我说 你说他怎么符合 他全部都符合了 中法者有了解此因 存在于这个论识的同品 第二点我不太了解 他是怎么了解此因 是存在于同品这一方 有啊 因为他了解了 若有堂位 则一定有堂尺 所以他所了解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啊 就是若有堂位 则一定有堂尺 那这一点是用限量去了解 这可以用限量去了解 对 若有堂位 则一定有堂尺 这个 两边不管你是 人对事也好 福生大事也好 都一样啊 都已经了解了 若有堂位 则一定有堂尺 这个是谁都没有疑惑 这个是两边 都是 就像你刚刚讲的 色身香味 全聚全 我们都可以了解的话呢 这个是 我用限量就可以了解说 有堂位 则有堂尺 这个我们没有疑惑 对 有堂位 则有堂尺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了解了 舌尖上如果有堂尺 对 有没有了解 舌尖上一定会不会有堂尺 这样子 对 因为 我说 因为你刚才说 我想说 我可能想到你的疑惑是什么 你想 你把 不定音的时候 想到的话 你把例子拉进去了 你把想说 不定音 中法者了解了此音 存在于证明此论师的同品的时候 虽然是中法者 可是中法者所了解的 此音 存在于日证同品 意思就是说 此音一定存在于这个同品 不是 中法者了解 一定要在于 例子上面 了解此音 一定是由此成立法 或者此同品 如果 像你说的 如果中法者所证明的 若有此音 则一定有此中 是在 例子上面来讲的话 的确 就是所谓的 就变成是不成立音 如果在于 舌尖上面 他了解了 若有 唐位 则一定有唐色的话 这就像福生大师说 他就是不成立音的 可是 我们一般的中法者 来讲的话 他去证得 说 若有此音 则一定是此周 一定不是在例子上面 反而一定不是在例子上面 他如果那个时候 是在此论事的例子上面的话 他已经不是中法者了 那时候他已经 了解了 所要证明的 所以 他不是在于 刚刚讲的 我们的那个例子 他是在一个别的例子上面 而去推出来的 对 不是要把例子放上去 也不是例子 福生大师 为什么要了解的时候 是我刚刚讲的 福生大师 福生大师 所要了解的时候 是 为什么在了解 中法的时候 就是 你了解了 舌尖上的 堂位 是不是 舌尖上的堂位 这是中法成立 你了解了 舌尖上的 堂位的时候 他说一定会了解 舌尖上的 堂尖的意思是 初分的那个堂尖 在舌尖上面 我 如果有了解到 这个来讲的话 我会 我不是用限量去 直接证得 堂尖 我是间接 因为我在 舌尖上有尝到 这个味道的时候 他必须有 什么形状 有什么触觉 有这个来 一起分离 所以他不是说 因为 是我们说 这个东西是 像我上个礼拜 是不是问大家来讲说 这个东西 如果了解 他有堂尖 是不是就一定要了解 他有他的 香气 要了解 这个触觉 这个不一定 是什么意思 他不是 不是说 因为他就是 色香味 俱全 他了解一个部分 所有都了解 他不是这个意思 福生大师 为什么说是什么 因为堂尖 我们要了解 他一定要有一个形状 或者有一个 有一个固体 在自己的舌头上 他当我用舌头 去了解了这个味道的时候 他间接的去真的说 这个东西是有一个 有个固体的 有一个东西 在自己的嘴巴里面 他是间接的 去了解这个东西的形状来讲 他是 是这个来讲 来去说 宗法不成立 因为 刚刚讲的 如果他是不成立 他 宗法要不成立 他宗法为什么不成立呢 因为他已经了解了 舌尖上的唐味的时候 他已经了解了 舌尖上的唐色 他已经了解了 舌尖上的唐色 舌尖上的唐色 他已经了解了 他已经了解了 这个就是第二音相者 因为上一次 格西亞有讲的 没有第二音相者 那个是怎么样来解释 对不起 你说什么没有第二个 因为你说这个论识里头 因为颜色跟 味道跟 对 就是那个 为什么他没有 为什么同品片 你用同品片为什么不成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糖味跟糖色 二者是没有一层关系 就是第二个音像 这个正因论识 他第二个音像要成立的话 此论识的因 跟此论识的成立法 一定有一层关系 它两个是不可分离的 要有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 他不能把它 如果想成同体相属 这样不行吗 他不是同体 为什么不是同体 我们说如果 他是同体的话 我用限量来观察这一点 他没有办法自己个别个别切开 他用限量去观察任何的 他没有办法个别个别 这个很明显 我们说 我们可以用限量就个别 一个是用舌头去了解 一个是用眼睛去了解 是不是 就很明显的把它 可以个别个别的切开 他跟我们说 大家要 就是 法政论识以后 我们在讲第一评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 所谓的 同体性的时候 是什么 他要说什么 像 水跟乳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根本切割不开来 他要这样子的时候 这才叫同体性 那所谓的 体性是相义 或体性是义的 他要像什么呢 他像星星当中的月亮跟 星星一样 很明显看的就是个别 他不会交错在一起的 这个才叫做体性是义的 所以在 唐位 跟 唐色的时候呢 我们很明显看到 他是两个像 星星跟月亮一样的 如果是同体性的 他要像什么呢 像你看我们常常举的说 无常跟瓶子 是我在用一个限量去观察瓶子跟无常的时候 根本切割不开来了 瓶子就是 就是无常的一部分了 就是融入在里面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切割了 已经是 结合在一起的 这是台教会 才会叫同体性的 而 体性是义的话呢 他什么 他一定是这样子 截然截然的分开的 这个同体性就表示说 他是这个 这个根式 不管你是眼式 鼻式耳式 蛇式 都不能分开 这样的意思吗 当然是 体性是 同体性的话 是 因为你问的这个问题是 他有他的陷阱 就好像会说 你如果根式不能分开 意识能不能分开 那个就是说 我刚刚讲的 没有 是所有的 所有的现前式 所有的现前式 因为你刚刚 因为这位留伏笔的 我们 问这种来讲的话 就说 我会说 不仅是 不是只有根式 是所有的现前式 没有办法 各别各别各别切开 因为我们常常讲 现前式 我们是不是 我以前 我们在讲心内学 就讲 现前式 它是什么呢 我们讲说 它是有眼无脑 就是它 看到什么 它就是 它是直接反映的 这是现前式的东西 它没有办法 自己做 想要说 我要去看到什么 所以为什么 我们在经书里面 是不是讲说 现前式 才会 或者说这种 离开分别心的心事 才会有什么 它才会有所圆圆嘛 对不对 这个以外的话 它不是 它不是 不需要跟这些东西 接触到才可以升级 它不需要 这个东西 可是 现前式 或者 不是分别心的这些心事 是什么呢 它只有说 我接触到这些东西 我接触到这些东西 它才有办法 显现它没有办法 自己自主的去分开了 而 我们一般讲说 分别心是什么呢 它说什么 它是聪明的瞎子 它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很聪明 它可以说什么 它可以自主的去做 各式各样的分 可是什么呢 它就看不清楚 它像盲人一样 那那个 看的都什么呢 把实际的东西 跟 不是的 把它混在一起看了 它全部都 掺杂 错误来讲 可是它又 很奇怪 它又有 那种很自由的 它可以 天马行空 它可以去哪里 它这个全部的权益在这边 所以说什么 我们刚刚举的嘛 在一个例子来讲 是不是我常常举 我们在这边的例子 如果最明显的 因为大家看得到我 说 我们说 这个中心里面的 僧人 这个中心里面的 比丘 这个中心的 革西 这个中心里面的 坐在前方讲课的 这个人的时候呢 实际上举的例子 是不是就 就只有 就是只有一个了 所以在这个 刚刚来讲 那是不是体性是一了 它举出的例子就是 就是 你分不开来了嘛 它就是在 这个例子上面来讲 可是奇怪 我们 是不是这个东西都是 个别的 这从什么 这从 分别心 或者意识上面 我刚刚做区分的嘛 切割了 这个是 比丘的这一部分 这是他的 身人的这一部分 这是他的 男生的这一部分 这是他在 讲课的这一部分 这是他是 隔西的这一部分 我个别的 各别的都做了 切割 这个不是在 限量 或者不是在现实当中 所看到 因为现实说 你说什么 全部就是在这个 法师上面 可是我从 个别 切割的那一部分 来讲的话 是不是说什么 它就一一一的存在 所以 如果是体性是 意的这一部分 来讲的话 都是什么呢 都是由分别心 来做区分出来了 而 所谓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在 现前的 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说什么 他都是用根式或者现前式 来去做这个区分 刚刚 我是说我的问题 因为我的问题 认为说 唐力 在演示上 我是看他的形色 但是味道是用舌头去长 所以这个时候是分开来的 就是说 我眼睛看 他是一个 舌头长是另外一个 所以他两个是一体的 但是我们在讲说 这个桌子 不是 瓶子是无常 那我们在演示去看 他瓶子是无常 这个 无常也是无常 没有 因为他看到瓶子的时候 他也就看到无常了 对不对 如果我用 蛇式去抢瓶子的话 是不是也是一样 就抢到无常 一直一样 不是 因为你用纵使 你用蛇式去 你去舔 你在舔那个瓶子来讲 你也不是 蛇式也没有办法 舔到瓶子 他没有办法理解到瓶子 你去舔的时候 你还是舔到 蛇式是舔到瓶子那个味道 你没有办法了解到瓶子 因为瓶子不是以 味道而做它的区分 可以用触觉吗 我们一般来讲 瓶子 它不是用 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就像我们以前 这个又回去到 以前色类学 我说 例如说我说什么 那你说 苹果 你是可以看到吗 还是你是用尝到的 还是你用触碰到的 你用这个来讲的话 我会说苹果是 是味觉 因为它主要是 由它的味道来分 和因为我们说 我看得到瓶子了 我摸得到瓶子 或者我看得到苹果 我触摸到苹果 都是由我们世俗的 就是一般的来讲 如果用经书跟真实来讲的话 我说你根本看不到苹果 你看到的是苹果的颜色 你是看到苹果的颜色 我看到苹果的颜色 我看到苹果的颜色 而我说看到苹果 这是用比较白话 或者我们世间的共同称呼来讲 可是你要用很仔细的说 这个苹果又被眼饰看到了 又被蛇饰尝到了 又被身体去触觉到的话 说那不是这样子 那个是 只是我们用很粗俗的来形容 如果真的来讲的话 这个是从它的味觉 但是 苹果跟苹果的味 味道又不一样 因为苹果它虽然是味道 可是苹果的味道 跟苹果又不太一样 因为苹果是什么呢 苹果是 它是聚合体 它聚合了什么 色香味醋 全部在这边 而我说苹果的味 是什么 那这个 你知道我们说苹果 跟苹果的色 又不太一样了 苹果 苹果是味 可是苹果跟苹果的味 又不太一样 苹果 苹果是什么呢 苹果因为刚刚讲的 它是聚合的这个来讲 它是 色香味醋 都是这个东西的特征 那你说苹果的味 它已经变成跑去它的 这个值分了 就像我常常举的那个 因为用比较统称的来讲 你看我说 我们行政体系 可能有 外交部 内政部 教育部 体育部 等等等等 都是在我们行政体系里面当中呢 可是你说 那 这个来讲的话 你分下去 你说是不是这种 外交部 体育部 都是这个行政体系一部分 都是 可是 可是 我说 这个种的这个行政体系 跟 旁边那个来讲 又是不太一样 它会有个别的 取分 它不会用来说 就是一样 像刚刚有人讲嘛 苹果 是味道 但是 苹果 跟苹果的味道 又不一样了 或者 水的触觉跟水 也是不一样嘛 水是触觉 可是 水的触 跟水 又不一样 水为什么它是具有 色 香 味 醋 都具备了 当你说水的触 它已经是走向它的 某一个点的那个特征 它已经走向那个 特征的那个点了 好 谢谢葛西拉 有更深入的调节 谢谢 和这个比较是说什么 我们在 如果我用 主持大的解释来讲 龙树不是在他的 中央根本会论 就有讲的吗 像你看我们说 我们一般讲说 葛西在走路 或者葛西在挥手 这个来讲的话 可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什么在挥 就只有我的手在 或者我说我今天很不舒服 你哪里不舒服 我头痛 可是实际上 痛只有 头在痛 不是整个人在 可是我们会一般 什么 因为我的支分 痛了 我的这个整体就痛 所以刚刚我们大家问了 我看到苹果了 对你看到苹果了 可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这个是很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痛 你哪里痛 你哪个痛 只有我的头在痛 不是我整个 你没有看到 我整体没看到 因为 我说 我可能我手好好的 我脚好好的 我身体好好的 我只有头在痛而已 可是我会说 我头痛 一样 那我说什么 我看到苹果的颜色 我就会用我们俗称 或者我们用白话一点 我就说 我看到了苹果 可是实际上来讲 有看到苹果 根本没有看到苹果 我的颜色 那我们怎么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 色 还是这个是味 还是出 我们说什么 就是以他的最主要的成分 他是以什么样去 区分 或者怎么样说出 他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他是用什么东西来定 像大家还记得我以前在 色类学我们大家就跟以前问过那问题 我说如果 我有一个奶油而做的瓶子 或者奶油而做的 你说怎么会有奶油做的瓶子 那好你没有奶油 那我们用别的 那奶油做的花 酥油花 那你说那是酥油还是花 对不对 我说等等的话 大家说当然那个不是 我们只是取名为叫酥油 对不对大家再想一想 你看我们都说 那个只是他做出一个花的形状 他还是用奶油而做的 是不是 所以我顺便跟大家讲 我们 为什么我们在印度 大家看我们做那个 夺马或石子 他们不喜欢做 像我们现在在台湾有做 有做那个 那个压克力啊 或者有做那种石膏的 因为什么 石子本来就是要共是给吃的 他的 这个夺马的意思 跟这个来讲是 是要给吃的 或者像 我有看那个 在闭关的 这种 的方法的话 他们就说什么 我们一般来讲 要做共品的话 他说如果 没有办法做共品 也没关系 用什么 用罐头啊 或用饼干 也都可以的 可是 要做要做到 就要很圆满 到很丰盛的话 所以我每次看到 用那个石膏做的 或用那个 亚克力做的 我都很不自在 我觉得说 或者我们 我很不喜欢 或者有些人是什么 把那个 夺马放 那种 一次 再用了那样子 我说如果 你可就不要用 你可就用饼干 因为这个 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是吃的 他是用吃的 来讲的话 那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用书油 做的话 你看我们到最后 是不是还是会说 这个 不是花 这是 书油 虽然它做的像 跟花一模一样 或者 或者我说什么 夾食 我桌上这是真花 假使我们是塑胶花 大家还是说 看得很逼真 可是 这个还不是花 是不是有些人就说什么 我们要供 我们就一定要供 真花 我们不要供 假花 因为看起来 再真再真的话呢 那还是假的花 那不是真的 那还是做的来讲的话 你看我们就知道说什么 假的花不是由 这个成分而立出来 它是用什么 可能是用布 或者用什么钢丝 或用什么等等 来做出来 它就是那个成分不对了 同样 我们说这个东西是色 这个东西是味 这个东西是醋 是从什么 是从它的主要的 或者可以把它 定义成这个东西的成分 主要的是由什么来做 因为这样子的缘故 是不是在下部派这边 我们就说什么 普特切罗可以分为两个 我们不是说有分 死有的普特切罗 有分假有的普特切罗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的 追根追根就底 到普特切罗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 一定要有个心事 你没有心事 你做的在相 这也不是人 这个没有心事就不是人了 有心事 就可以说这个是我这边的人 当然是广义的 就是普特切罗 你这个有心事 他就是所谓的人 就是普特切罗了吗 可是我们说什么 我们把他 因为这个心事 而在安定出来 像我这个人 具有这个手的这个人 我们说什么 我们叫这个 假有的普特切罗 是他个别个别的 以什么样的东西来 做他的这个区分的话 他做这个来讲的 所以我们也以前 我记得大家还问问我 那为什么我们说 下部派会有一个叫 私有的普特切罗 可是要什么 像龙树菩萨 他们就说什么 没有所谓的 石有的普特切罗 只有假有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讲说 追根究底 已经没有一个心事 没有一个东西 我可以指的 这个就是普特切罗 它指什么 是综合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我把他取名为 为这个东西 我没办法指名 好像说 这个成分 就是使它为叫做普特切罗 它是就是 为什么 中外应成派 主要在讲说 所有的一些东西 都假有的时候 就是有一点到这个 他 我没有办法举出 任何一个成分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成分了 它就是在所有的成分 聚集在这个时候 我把它取名叫做 什么什么东西 我这个所有的成分 聚在一起 我就是因为因缘 把它这个东西聚在一起 我把它夹名 就是什么 我把它取名为 我把它说成是这个 你看我再进一步 我再说 那到底这个是什么的话呢 这个东西就瓦解了 再以中外应成派的说法是 你只能说 我这种初分上的 就像我刚刚讲 像我说我头不舒服 我手在动 或者我今天 我抬不起身体 或者什么等等来讲 你看你一追跟下 你看觉得说 你明明就不是身体不痛 你身体还好 你手都可以动 脚可以动 那没有我头在动 有各式各样 就已经就是漏洞百出了 那种就是 总之来讲 就是我们 刚好聚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条件来讲 我说我头 我今天很不舒服 我取这个来讲 可是你追根究体来讲的话 这个整个好像都 就已经开始慢慢慢慢 就是分解的时候 所以他说什么 一切法为什么是 假有的很大的原因 就是在这上面 好 好 谢谢格西亞 嗯 格西亞好 嗯 就是刚才那个师姐问题 我还有一个疑问是说 如果说我们可以用限量了解 若有糖味则有糖色 那我们不肯虚无缥缈的了解 我们一定是 在一个事例上了解 那这样我们不就要进一步 承许在某个事例上面 那个是 我们若了解他的糖味 就要了解他的糖色 那如果 如果这个也了解的话 那不就要去承许 舌尖 我们若了解舌尖上的糖粒 的糖味 就要了解他的糖色 所以他们说一般这个例子来讲说 首先不是从糖嘴巴上来讲 他首先是从手心 你还没吃进糖粒的时候 你手中会拿糖粒 那个如果你例如说什么 他们说 舌尖上的糖粒为粒 有糖味 因为有糖色 因为有糖味的缘故 例如说我手中的这个糖色 这个糖块 就像你刚刚可以来讲说 那你糖味来讲的话呢 当然你别的是 我从之前的回忆 之前已经有了解的时候 现在 那你说我怎么先去了解 之前可能是用糖味去了解 和我之后我在 那时候没有了解糖色 我在看到的时候 我在手中上面这个糖色的时候 我看到他有糖味 我了解 我升起了一个 我不是用 我不一定要 因为你说 我没有用限量去了解糖味 我知道 没有用色的 可是刚刚之前的回忆 有了解 有之前的糖色 他之后升起的分别星 去 了解说 这个手中上面 手中里面的这个糖味 手中的这个糖块 有糖味 他可以升起一种 用推死的 他不是用这 他是用回忆的 去了解的那种糖味 谢谢 那可是就算是手中的这个糖块 我们还是没有用限量了解 所以我说 没有一定要用限量 我说 他可以用限量 他不一定要用限量 如果你要说 他是用 什么样来讲的话 他之前的限量 他之前有用限量了解糖味 可是你是怎么 中法或者这个片 怎么来讲 你说限量的话 他当然没有办法的 他是用这个了解之后 他用分别星 或他用回忆 去了解说 我手中的 我在手中的这个糖味 我在手中的这个糖粒上面 了解了 若有糖味 只有糖色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怎么了解 若有糖 我们要怎么用限量了解 若有糖味 则有糖色 因为我们刚才 在手中的糖块 我们也是 用这个笔量 最后是用笔量 去推死了解的 若有 不用推量 你要用回忆 我说回忆 那你用 若有糖味 只有糖色 怎么了解的时候呢 这个就你了解 他是说什么 是他个不可分离的关系 就像你说什么 我用舌尖 或者我用眼饰 整个来讲说 你看 我说 我举一个 我们用我们经验来讲 你怎么了解这个东西是 色香味俱全 你应该是 我们都是 我们 当然这个 这个不是色香味俱全 我说假使这个是 真的是一个市值 你是不是了解这个东西是 色香味俱全了吗 是不是我说 我透有 我三个个别个别的限量 了解 说什么 当有这个因缘生出的话 它就有 有色 有味 有醋 有这样子个别个别 那当然是个别个别的限量 升起的时候 因为这个升起 像一个来讲 我就知道说 这个是有它的不可分离的关系 这个在哪里 我们在四量的一品 它会讲说什么 它说 与 那种比较顿根的话 它说了解 烟跟火的关系 它是要透有很多很多的限量来讲 如果 利根的 了解说什么 它从 烟是由火而生出 它了解这个东西的限量 它就了解说 烟跟火的因果关系了 同样 如果这个来讲 你说 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它是因缘聚合而生出的时候 这个限量的话 有些人就可以了解说 这个是 色香味不能分离的 这个关系 他就了解了 因为你了解说这个是 它是像我们常常讲的 这叫大种所生 大种所生 它是色香味醋 聚合而有的 叫大种 这样子 所以意思是说 利根的人看到这个苹果 就也限制了它的味道 没有 它是可以说什么 利根的人说什么 它是说什么 这个是 如果从因缘而生出来的话 它了解这个是 色香味俱全 它色香味俱全的时候 因为它已经了解了 就像你说 它刚刚有了解了 它的糖色 糖味 糖醋 糖香 大家个别来讲 这个来了解的时候 它就可以了解说什么 它因为了解这个的话 它如果了解说 有糖味 则有糖色的 这一分的来讲的话呢 它这个初分的 它都了解 因为它是色香味俱全的 一个聚合体里面的资分 它了解的时候 它了解这个话 它就了解说 如果有一个则一定会有另外一个 好 谢谢 像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跟大家讲说 你看 我了解说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说 你看 这个人是哪里 如果我已经了解说 这两个人是 如影随形 不可分离的时候 当我真的说 另外一个人 我就说旁边那个人 应该也在了吗 你已经了解说 这个两个人有一个 如影随形的关系 之前他就已经了解 他有这个如影随形的关系 那我说 旁边你那个人怎么没在呢 或者你这个来讲 是不是 马上来讲的话 他已经是如影随形 不能分离了 所以我了解其中一个 是另外一个就说 我了解了一样 就这样子来讲的话 你了解了说 色香味俱全 它之前是 因为它是用限量 去了解的时候 它为什么会生起这个疑惑 是因为我知道它是 一个的聚合里面的 一个里面聚合体的 里面的这个的 个别个别特征 当我了解 另外一个这个 的特征的话 它另外一个 粗分的特征 它应该会要了解的 最后这个了解 是用比量还是用信量 不是 它是用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它限量的 间接的去了解 限量的间接 它不是直接 它是 有限量也可以间接 间接正的这个东西 这样子 它看到这个 它看到苹果的形状 或颜色 不是 它不是看到苹果的形状 它是透味道吗 如果你刚刚举那个例子 还是先从味道去推 去了解色这样子 直接了解味道 间接了解颜色 用限量的方式 它不是颜色 它是形状 形状 色色 因为它当然 因为我们色有当然很多 这个它 它比较容易去推辞 或者这边所要讲的 是形状 它讲的是要形状 谢谢 那我想再问一个 课本上的问题 是说 在这个 不成立因 有一个 代论者不成立因 那其中有一个是 代后方不成立因 这个就是说裸行派对佛家说 素为利是韩式 因为剥皮而死的缘故 那我的疑惑是说 其实 这个前方他也不了解 素是韩式 他不可能了解素是韩式 他不是素有韩式 对 对 对 就是说 素是韩式 这个没有人可以了解 那为什么我们会 为什么不把它分到 其实前后方都不了解 不是 他个别个别有了解 素 韩式 剥皮而死 这个他个别个别都有了解 所以他个别个别 都有了解的时候 和他因为他的 他个别个别的了解 他认为说 素有韩式 他对所成立 当然你说他这个来讲 可是他 因为你看嘛 他中法成立 他认为中法成立 他不代表说 反而是他对 所成立没有证明吗 他没有 所成立没有证明 因为 为什么我们不会说 前方者不成立 因为在他的认知当中 素就是具有事了 以他的观点 素就是具有事 所以你不会跟他说 你前方者是没有证明 他认为他就有证明了 他认为他生起了笔料 他认为他有这样子来讲 他有证得说 素是具有事的 而我们后方对佛教徒来讲的话 为什么来讲的话 这个根本不可能 就是你跟他说 不可能 成立说 树木是具有事的 在他的认知来讲 就是你不可能马上把它戳破 因为他的陷入就是 因为你看 他就是剥皮就会死 就是代表说 他就有心事了 这样子 你知道他 为什么他 当然 我说实际上面来讲 当然是裸形派 因为你是用 我们是用佛教的观点来讲说 裸形派当然 再怎么样 也不可能证得说 树木是有心事 可是为什么他没有说 为什么 我知道刚刚的问题是说 你为什么不说前方者 是不成立因 因为在他的认知当中 他就是成立了 他认为他这个就是证据 他已经证得了 在他的认知当中 他已经证得了 树木是有心事 因为你看 我剥皮的时候 他就会死 我好好浇水 他就会活 是代表他是有心事 在他的认知里面 这就叫做 有心事 他也不只是有心事 他也证得了 这个东西是有心事 在他的认知 在他的认知当中 好 谢谢哥西洋 请问可西洋 我们在讲 比如说初分跟细分 初分的色法 细分的色法 那其实每个人 应该都不太一样吧 标准 对 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 这边所谓的初分的色 跟细分的色 它一般是有不一样 可是这边 金苏所谓的初分的色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很明显的用这种感官世界 就可以了知到的设法 他不用 就是我常常讲的 就是 例如我用例子来跟大家讲 像你看我们说 现在可能很多事情 是我用肉眼 用那种放大器就会看到 可是这个是什么 在可能在200年 300年前 我们都还看不到的时候 当然 现在那个变成 这些都变成是初分了 那个 可是两三百年前 可能是 的确在因为时间根来讲 可是 这边所谓的初跟细 是什么意思 初就是用什么 我不用什么特别 这边的初跟细 我不用什么特别的工具 我用一般的 那种很粗分的 很粗犷的 这种感官的 我就可以了解的 设法来讲的话 这边叫初分的设法 而细分的设法是什么 是我用这种 我一般的俗称的 或者我用一般的 来讲的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 是要再进一步 用更精细的 更严密的这个设法来讲的话 这叫比较像 叫细分的设法 这个它的例子 它的意思是在这边是在讲 所以我为什么来讲说 复赠大师 这个来讲反而是 比较复杂去承许 我说我们以前在诗院也当然都是 很多都是承许复赠大师 因为按照经书所说的来讲的话 我就说为什么 因为你还要在一直在继续 一直在解释下去 你说什么叫做初分的设法 和你证得设法 你又说我证得某一种设法 没证得某一种设法 这个比较复杂 那因为就像我们说 我证得某一种设 没有证得完整的设 应该是没有证得设 你还有留一分债的话呢 那我为什么说 我比较偏向是 第一次打打妈妈的 跟我们绝对是来讲的话 就是那不如说什么 那以时间上的唐力为例 有唐色 因为有唐位的话 你就说它是个不定音 我了解了唐位的时候 我没有完整的了解到唐色 为什么 因为刚刚大家讲了 唐色里面是不是又分很多的 像颜色 形状 像你看我说 你如果没有了解颜色 你怎么会说了解了色 你有一部分没了解 像可能像福正大师 如果我没有做一个解释 或者我说 那你了解唐位的时候 你会了解了唐色的形状 可是是不是颜色你不一定了解 像刚刚同学们问的 就是为什么我说 为什么我一直刻意说 你看你了解了 你用舌头去了解了味道的时候 你是不是舌头 根本不可能了解它什么颜色 这个唐是橘色也好 绿色也好 蓝色也好 都没办法了解 这个是要用另外一个推 用笔度来了解的话呢 这个才了解 可是福正大师可能比较要指的是什么 是他尝到了唐位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形状在那边 他就一定要有了解 我可以尝到这个唐位 它必须要有个形状 存在我才可以尝到 所以他间接了解这个形状 可是是不是像尊哲 或者说 可能你了解那个形状 可是你颜色不是用这样子了解 你怎么用这样子去了解 或者更细微的更细分的 来来了解 那个还没办法了解的话 它还存在的 所以他就是刚刚讲的 那个粗色粗细 怎么区分 或者怎么样做 很难做一个的区分 我是不是上个礼拜来讲说 很难做这个区分 那不如 比较简单的回答 我会说这叫不定音 因为他没有完整的去了解 没有全面的了解 他就没有了解了 他还有一分的没了解 所以就不用到什么 那什么叫做粗分 什么叫细分 什么叫什么来讲 这个就不用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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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延续下去 这个还反而比较复杂的 这样子 好 那我们 大家问得很好 大家问的 大家既然问问题 我如果可以解释的话 大家很好 像我跟大家讲的 我们以前在音乐学 他的确就是要这样子 不懂 就是要继续把 应该说我们常常讲什么 打破砂锅一样的 这样去来学 不问 那他这边来讲 没有他不好的问题 我不是跟大家讲 我说以前我记得 我们在刚开始 学逻辑的时候 我就是跟老师这样 大家比我都还好 我说我以前 对那个什么 之前而有 之前而有的 之前而有 我还记得那种 记忆犹新的是那种 怎么讲就怎么不记得 怎么样就讲了 就不懂那样子 他忽然这样 反老师 反了一整天之后 他说就开始骂人了 他说你怎么 你反不反 大家今天都 都来讲 他这么容易的东西 都不懂 这样子 那忽然就会有一种 那种开窍的一样 那来讲的话 一样 大家可以尽量问 我总之可以做的解释 看有些地方真的是 我不一定懂的 因为我所理解的 跟大家所问的问题 又不太一样 所以我常常会说 我只能按照大家 问出来的问题 我理解 我听得懂 大家问了多少的时候 可能有些地方是 还没有听得很懂 大家可以尽量问 我可以回答出来 我就会尽量的再回答了 好 那我们 应该到哪里的话 我们已经到了最后 是不是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这说 最前面的分类的时候 我们 是不是 在这个时候 我们 分出的是什么 他 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 最前面的分类 是不是讲说 定义 分类 说出 因 欲 忠 三者的功德跟过失 是不是 最前面 我们最近的分类都是在什么呢 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 我们都在讲分类的地方 都在讲分类 我们从 讲出到什么 分类有分正因 尾因 正因又有分六种的 尾因分了三种的 这个分类的话 好我们等于说 一直在讲分类的这些的 字分 和我们现在已经把 这些全部讲完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什么 是 定义 分类 跟讲 忠 英 欲 三者的功德跟过失 和我们这边 要了解的话呢 他这边讲的 我们说以前 在 我们 汉帝翻译来讲的 那种的 白法 或者早期 大家如果看到的话 我们看到 英明论有学一点点 我们汉帝有学一点点的白法 像在玄奏大师 跟他的大地使 我们讲说 山车大师 他们有翻什么 我们叫 像我们现在 在汉帝有什么 白法明门论 或者 唯士白法论 什么等等 有一点点的这种的 英明的学进来 可是没有到非常的盛行 很快就 来讲的话 那时候 所以他那时候有留下来 叫 中英域的这个用词 那 中英域的用词的话 这边的 所谓的 英跟 欲我们没有什么 太大的 不一样的 的英 英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那个 正英跟尾英的 我们刚刚讲的 声音为力 是无常 因为是有违法的缘故 有违法是这个论识的 英嘛 欲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 一直在讲 这边不是有所谓的 同品欲 正同品欲 倒同品欲 一品欲 倒一品欲 例如说什么 声音为力 是无常 因为是有违法的缘故 譬如说 平直 声音为力 是无常 因为是有违法的缘故 譬如说 虚空 而是不是这两个来讲 这就是他的所谓的欲 而这边的中呢 我们以前大家说 若有此因 则有此中 我们把中 认为是什么的话 好像是中法 他只是把中法的 或者成立法 来解释的时候呢 这个所谓的成立法 我们讲说 若有此因 若有此中 他只是把 简单的来讲 真的这个 那不是中 那是成立法 或者所立法 所谓的中 是什么的意思是 我所要证明的 这个论事 所要证明的 叫做中 此论 好像有人进来 此论事 此论事的 所要证明的 是叫做中 所以例如说我们 这个 身因为利 是无常 因为是 有违法的缘故 身因是无常 是什么 是这个论事的中 你看他利的这个中 我们讲说 这个人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说 我们 是不是在 学习英明的时候 说什么 利中 利中 这个他利中是什么 他有什么 我承许 我承许 或者我承诺 声音是无常 我不是说声音 我也不是说 无常是我的承诺 我是承说 声音是 无常是我的承诺 如果你觉得不是 你就会说 为什么 我的声音是 无常 因为它是 有违法的缘故 是不是 等于说 我利的中是 我的承许 我所要承诺的 这叫 那以 一个论事来讲的话 就等于说 我要证明的 叫做 中 而我们讲说 中法 是什么意思呢 是 所想 透有什么样的法类 或者透有什么因 要来证明 那个中 我是用什么原因 而去证明 所以它叫做中法 我是利用什么因素 我是透有什么的法 而来去证明 跟那个 刚刚以上的这个 中的话呢 这才叫做中法 它 用什么原因 立出什么原因 这个 以后我们再讲 世良论第一品的话呢 它第一 第一 节的大辩论 从 后面的 《归经诵》解释完毕之后 它第一个就在什么 它就在变中法 有很多的 这个就在 关于说什么 中法 你讲中法不对 等等 它 有些人说 你取的这个名词不对 你要 应该要取说什么 例子的法 你不要取中法 因为这个 中法你已经 我在第一个辩论 它是什么 你不应该叫为中法 因为如果你了解中法 你要了解中 才了解法 你要了解中 才了解是它的法 所以你怎么会了解 这叫中法 你了解中法的话 你就已经了解了中 比如说我说什么 你了解如圣法师的手 你要了解如圣法师的手 你先不了解如圣法师 你怎么了解如圣法师的手 那你了解 你取这个中法的这个名词 就不对了 因为你了解了中法的话 你就要等于了解中了 那你了解中的时候 这个就不是正因了 你已经有中法成立了 所以你取第一印象为中法 你这个名词就不对 这就是第一 四量论的第一堂课 或者第一个 我会讲说 为什么三项的时候 他第一个辩论就是在 举这个 为什么讲中法 那总之 中 一般来讲的话 呃 我们 这边所谓的 中 它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讲中的话呢 是指所要证明的 所要指证明的 那 中法 在讲这个中法的时候呢 它什么 我用什么因素而去证明呢 那可是所以 我们 中法 这边所说的中 跟一般的中 又不太一样了 中法 中法 所指的这个中在指什么呢 它是指声音啊 就是 中法 所指的中 中法 那个法是谁啊 是什么 是在指声音 可是一般的中 在指什么 是我们讲 我们要证明的这个 这个 所立出来的 或者所要 那个这个我们后面 在四量论的第一品 我们会 再详细解释这个 大家先 不用太在意 这个我们就知道说 这边 所说的 因 中 欲 这个中 它在指的是什么呢 它在指的是说 我们所立的这个中 或者所要证明的 所要怀疑的 这个叫做中 那当然它会有 中法的功德 不要 不是说中法 中的功德 中的国词 那我们慢慢慢慢 会开始跟大家介绍 好 那我们 在这个时候 应该介绍到哪里的话呢 我们应该已经到 这个的几个名词 介绍完毕 大家就知道说 什么叫做中 什么叫做因 什么叫做欲的时候的话呢 那 好 我们到这边来讲说 应该是到这边说 第三 讲说因 欲 中 三者之功德 跟过失 可以分为六 是不是第三 就是我刚刚讲的是 定义 分类 为第一跟第二 是不是 此书所说出 因类学 或者说 用它的名词 是什么是 比度之 能一 可以分的 能一的 音像 以及 是不是我们来讲说 比度的能一 以及比度的音像 可以来分的话 分什么 分 性相 分类 跟说出 中 因 欲三者的功德 跟过失 如果分下来 我们可以分什么呢 有分为 因的过 因的得 欲的过 欲的得 忠的过 忠的过 忠的得 看这个 主要在哪里的话 这几个用词 或者几个说法 是在哪里 在很后面呢 我们说 那时候在学适量论的话 这是在什么 在适量论的第四品 才讲到了 所以 我为什么常常讲 跟大家讲 因类学等于是 是把一种 初分的 对于 因类学的 因类学是 初分的对于 适量论的一个 的总结 他把 因类学的 把 因类学把 适量论的四品的 这个重点是 都把这边 抽出一点 抽出一点 他把它做一个 统一的 做一个解释 来做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像因类学的话 这个因类学 都是在近代的 才有的 实际上来讲的话 以前是有 可是他没有把它 结合成一本书来讲 以前就是说什么 不说以前像我们 在西藏的这些大老师们 很多这个 在西藏以前都没有 这本因类学 因为这本 我们现在用的 这个因类学是 他来到印度之后才编的 来讲的话 他们说 他们以前是什么呢 没有因类学 就是老师在跟他们讲 适量论在做解释 和自己去辩解 和自己去做一个整理 没有 这是后面才做的一个分类 乃至说什么 心类学也都是 后面才做出的分类 像我们看到的 这本 我们从前面介绍 色类学 心类学 因类学 都是来到印度之后 他才把它 汇集出来的 或者是在以前 在西藏早期的话 他没有 没有这么的明显 以前像 色类学或心类学 他说什么呢 都以前是看 那个 忍对式的那种 的色类学 忍对式的色类学的话 大概就这么厚 这边一本 和 心类学跟印类学 又是像 这么厚 这一本 和他里面的 没有这么明显的 把定义分类来讲 他就是说什么 就是 我们常常看到那种 破他中的 若某某人说这样子 那则应该 这样子去 就是练习那个逻辑 这个 这种的 汇集或者编辑 是到来到印度之后 很多是 那种的 我们都没有机会见到 可是 就跟我们插一代 像什么 像 下不去 他在说传这个 说什么 他这个 写色类学的 跟 写音类学的人 他都有跟他们 直接在上过课 他写心类学的时候 那时候是什么 他在洛瑟林的时候 那个就是 当住持 但我不是跟以前 大家跟大家讲过 那个 那个 写心类学的那个 住持他 有来到印度 他非常有名 因为那时候 现在大家如果去到印度的话 有一个 应该说是帮 像帮尊者 现在常常在做事情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 叫 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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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到印度之后 他很年轻很年轻 尊姐就把他 委派到 当一个小学的 校长 大概可能是 24岁或25岁 就当上 学校的校长 和什么 可是呢 这位的 退位住持 也跟他 因为那时候 大家应该都算很困苦 应该都没有什么住宿来讲 他就跟 荣不切一起 坐在那个 学校宿舍 他当然是校长 宿舍就比较好 可是24岁25岁 那个 那个 老格西或者住持 就说 你还没有学习完 还一边每天要学习 什么每天都 他已经贵为校长的 这个校长 每天还叫荣不切 在那边背书 跟他这样背书 在那边 还考试 我们还听他说 如果考不好 还拿棍子去追 有时候荣不切 他要跑到学校 他就跑 要逃离那个柱子 你看那个老格西 拿着一个棍子 跑来来 要追人 要打人 被不好 等等的话 他就写这本 心内学 所以荣不切到现在 大家看到也80多了 他就常常提到以前的 这是什么 都是老师这样子 一点一点一点 这样培养出来的时候 那 这个来讲的话 都是我们在 近代 他所编辑出来的 或者汇集出来的 这种所谓的 色类学 性类学 音类学 不管怎么样 这三类学的话 它都是主要是什么 就是英明的基础 它是什么 它是为了学习 适量论而所做的集合 他说 这个在 学习经论里面 是在哪里的话呢 我们说 它也不是什么 专属的一个经论 但是什么呢 它是 趋入英明的基础 有一点像什么 我们说 有一点像 幼儿园的 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 所谓的 小班 中班 大班一样 是不是有所谓的 小里路 中里路 大里路 几乎 这个几乎才准备 开始要进入到学习 经论 因为经论就没有这么的清楚 经论也不是这么的 这么的 刺力这么明显 它可能是 散得很广 但最近尊者也才 一直在讲说 什么 那再怎么样的 在学习 经书的 或者纳兰陀士 或者藏传的 最 与众不同的是什么呢 就是英明这个地方 英明是什么 它等于是把 所有东西的 是不是以 性为它的 根本 所以大家有看到说什么 尊者常常讲说 以前 在 那印度的每个学校 他会说什么 有一个 他们讲说 宗教老师 他说 我不喜欢 尊者现在就说 我不喜欢把它叫 宗教老师 为什么 因为宗教老师就有点 好像那种 结合到 迷信 或者结合到性来讲 那当然 对于法性是很重要 可是最坚固的性是什么 是 有智慧的而生起来的性 这才是最主要的 而来讲 那个智慧是怎么培养呢 那就是最主要是从 英明的这个来讲 因此 很多人讲说 那种的老师 他不如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这叫 见解或者见地的 这种的老师 这才是说什么 真的培养自己的智慧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老师 而 如果只是 只会 乃至说什么 对于如果没有这个见地 没有这个见解来讲 你说你有信佛也好 信宗教也好 他几乎就是到一个迷信了 那如果有这个见地 有这个见解来讲的话 那不一样 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对于我们这种 心智上面的科学 一种什么 一种培养的智慧 他是有次第的来去做的时候 这才是佛教的 或者佛陀的与众不同的 你看佛陀 我们常常引用那句 是不是说 佛陀自己来讲 就是说 不断不断的去研磨 纵使是正确的 也要为自己来做 你看 龙树菩萨 吴卓菩萨 这些大的这种的 开大车轨的祖师 没有一个说什么 你就要信啊 没有一个也说什么 你要把我看成为 像世事如佛一样 你就把我相信 你就可以获得什么 他每个都说什么 从精顺 你去多去减则啊 多去疑惑 乃至说什么 是不是 龙树菩萨来讲说 有些地方好像佛陀说的这个地方 在某些地方是 要承许不那么方便 或者有 好像字面上有什么 是不是就开始分什么 有了意跟不了意 这个经里面 就有了意跟不了意 就有不同的派别 有不同的布派 来讲的话 他有很多地方是很需要去 思维简责的 不是以性为主的 这也才有办法把说什么 在众多的宗教 众多的哲学 众多的思维当中 在佛陀这种2500年到2600年前 为什么是脱颖而出 为什么与众不同的 这个功德才可以看到了 如果说什么 我这都不要 我就是说什么 我就是 只是说我相信 我这种茫然的去来讲的话 那对什么 对法的这种认知是太可惜的 太缺乏的 很重要很重要 什么是去对法的理解 法的听闻 法的思维 那当然也不是说 又过 有些人又过了 又偏了说什么 那法是什么 他又变成说什么 只是研究而已了 好像只是说 某某人以前说了这样子 他讲这又走太偏了 好像只是做什么研究 在这个经书这边说这样 那边经书说这样 这两个来比较 因为我看到很多 现在走的这样 我又觉得说 这有一点太过了 像什么 现在很多他们 开始喜欢说写那种 好像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 这样做这个比较来讲的话 那法这个东西又不是 又不是只是这样子 它是基础在一个很扎实的去思维 可是什么 它是要配合的修持 全部都是把说什么 是把所听闻的去运用 如果只是走向那个研究来讲的话 那也没有办法把那个法的精华 来运用出来 可是你说你没有去思维 没有去做简责 没有去来讲 你要去可以运用起来 那也没办法 这个来讲 好 那我们来讲的话 那如果大家看来讲的话 我们先看前面 它说 从我们这些生从因的功德 跟因的过世 来去讲的话 它说什么 它说 例如说什么 成立声音是无常识 什么意思呢 这个前面这一段 等于说 它只是以一个批语来说 例如说 我们说什么 我们 应该说什么 它这边会分 因的过世 跟因的过世者 因的功德 跟因的功德者 不太一样 那什么是因的过世 跟因的过世者的差别 我先简单来说一下 因的过世是什么意思 就是 尾因的定义 尾因的性向是 因的过世 那 因的过世者是什么 就是尾因本身 任何的尾因就是 因的过世者 就是尾因 而 因的过世是什么呢 是尾因的定义 这个比较容易简单的 来讲 所以你看 它的意思是说什么 是 以如果来什么为例 声音为例 是无常 因为是掩饰的所取 是不是 这是它的例子 这是一个尾因 这个我们叫什么尾因 我们是 这叫做什么 我们叫做 不成立因 那我如果说 这应该不成立因 因为它同品成立的缘故 大家会说什么 同品骗成立的缘故 大家会说什么 我们会说 不骗 如果我们来讲的话 这个 声音为例 是无常 因为是掩饰的所取的时候 我们再说它这三个尾因当中 是哪一个尾因 我还是会说它是 不成立因 那你说不成立因 它不应该是不成立因 因为它什么 因为它同品骗成立的缘故的话 我会说什么 你会说这个不骗吗 同品骗成立 跟它的中法成不成立 我们会说什么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 可是 刚刚以上的 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它说 声音为例 是无常 因为是掩饰的所取的缘故 这是以它 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什么 掩饰的所取 是 能力本身 本身之分而言 比是 最为因的过失者 什么 这我用白话一点来讲 说什么 掩饰的所取 因为是 这一件事情的 符合了这个条件 是因为是这个东西的这个条件 而 因掩饰的所取 才会变成是 因的过失者 是不是 你看我说 我说 儒圣法师 会成为 是尾因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条件 等于是 我们用白话一点来讲 所以刚刚讲 掩饰的所取 因为是符合了 因为是这个条件 他才是成为 以上所说的 因的过失者 是不是 你看 为什么 掩饰的所取 会变成以上的 因的过失者呢 是不是它是 以上的 此论事的 所利的原因 以及 没有符合三项的缘故 是不是 它是 证明 以上的 这个论事的 立出来的原因 而它又不是 三项 又没有符合 三项的缘故 所以呢 它是不是 变成了 此论事的 因的过失者 所以 以上的话 是不是说什么 既是 知事 因的过的 性相 所以大家要记得 为什么它没有直接说 什么什么 来讲的话 它是套用的话 因的过 是什么 是 是 唯因的定义 是 因的过 因的过失者 是什么 是唯因本身 是唯因本身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说例如说 既比例为因 又是非 三项的 共同 是不是就说什么 我们简单来讲说什么 就是 证明此论事的原因 但没有符合 以上的三项 是不是 这就是 尾因的定义 你看 为什么 我们没有 因为现在它要套用例子 你说 不符合三项的话 我们不知道它是 符合了 它是什么 论事的因 所以它把完整说什么 它是 例如说 我用刚刚讲的 它是 证明声音是无常的所利因 又不是以上的三项皆符合 是不是就是什么 证明声音是无常的 因的过的定义吗 是不是 我不能说是因的过的定义 你刚刚 对不起我刚刚讲说 应该说 是 证明声音是无常的 应该说 的原因 而不是 符合 证明声音是无常的三项 这是什么呢 这是 证明声音是无常的 因的过的例子 因之过的例子 我刚刚讲的是 我刚刚讲的是 我们刚刚讲的 它 因的过的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尾音的定义 是不是尾音的定义 所以它的要符合的是什么呢 我说 如果它的定义是什么是 是 我也有一点混淆 当然混淆的是 因为什么 因为这比较复杂的是什么 因的过的例子 我们举出来是什么 就是尾音的定义 那 因的过的本身的定义 是什么呢 刚刚我们讲说 因的过的例子 是什么 是尾音的定义 那 因的过的定义是什么 是 证明此论事的因 因为是它本 是这个东西 是这个的条件的缘故 而成为 因的过失者 好我们套一下 我们套一下是不是 你知道 你看嘛 刚刚的因的过的例子 是什么 是 立为此论事的原因 不符合 此论事的三项 是它的例子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和什么呢 刚刚讲的 掩饰的所闻 因为是 证明 声音是无常的所力 的原因 以及 不符合 三项的缘故 所以呢 掩饰的所取 是证明 声音是无常的 因的过失者 是不是刚好 符合这个条件来讲的话呢 这个 是所谓的因的过失 所以 因的过失的意思 我用白话一点是什么 因的过失是什么 就是 任何事例是因为 是它的缘故 而成为此论事的尾因 或成为此论事的 因的过失者的话呢 这是因的过失的定义 而它的事例 它的例子 是什么呢 就是 立为此论事的因 而不符合三项 所以大家看后面 他说什么 那如果结合事例来说明的话 那 掩饰的所取 乃能立本身之分而言 彼是成立身世无常的 巨因过者 那 既这是成立身世无常之因过的 例如 既彼立为成立身世无常之因 又非成立身世无常的 三支的同位者 那 以掩饰的所取 乃能安立本身之分而言 彼是 掩饰所取成立身世无常的 巨因过者 既彼成立彼之巨因过者的 性向 譬如 掩饰的 被立为掩饰的所取的因 成立身世无常的因 亦非彼因 成立彼之三支的同位者 那 总之 后面他做一个这个成立 我们把它说 那成立彼之有过因 与成立彼之相似因是同意 成立彼之相似因 与成立彼之因过二者 并非同意 因为成立声音是无常的因过 周边是成立彼之巨因过的 性向的缘故 那说什么的话 这个 这个来讲的话 我用我们比较白话来讲的话 他说什么的话呢 什么 他现在要分出一个什么 他说说 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的过失 跟透有掩饰的所取的因 而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的过失 他是用这两个 不一样的 就像你看 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 在最前面讲说什么 凡事无我则是因 凡事无我则是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 凡事无我不一定是透有有违法的因 而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 是不是有没有做这个分类来讲 他现在又是要讲说什么 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的过失 跟透有掩饰的所取的因 而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的过失 是不一样的 那怎么来说的话 我们说 那什么叫做 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的过失 就是什么 刚刚以上来讲 掩饰的所闻 因为是这一分的缘故 或者掩饰的所闻 因为是这个条件的缘故 而他成为了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的过失者 或者简单的一件来讲说什么 掩饰的所取 因为是这个条件的缘故 因为是这个条件的缘故 而成为了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的过失的定义 掩饰的所闻 因为是这个条件的缘故 而掩饰的所闻变成了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尾音 这是什么呢 这是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的过的现象嘛 所以他说什么呢 他举的例子说什么 例如这刚刚以上的定义来讲的话 是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 而且不符合证明声音是无常的三项 这是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的过的定义吗 凡是什么 证明声音应该说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的过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是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尾音的现象嘛 是不是要举这个例子 举这个例子 那如果把它变成加上了什么呢 他现在要说什么 那掩饰的所闻 不是掩饰的所闻 掩饰的所取 不仅仅是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的过失者 他也是什么 他是透由掩饰的所取的因 而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的过失者 那因为掩饰的所取是透由掩饰的所取是透由掩饰所取的因 而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尾音的缘故 是不是也有一个说什么 透由掩饰的所取的因 而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尾音了吗 有这样子的尾音的话 是不是也有一个说什么 透由掩饰的所取 而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的过失也会有了吗 那透由掩饰的所取 而证明声音是无常的 因的过失的意思就是什么 一样反过来嘛 掩饰的所闻 因为是这个条件的缘故 而变为了透由掩饰的所取的因 而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的过失者 是不是就反过来 那例子会不会跟以上不一样了 例子不一样是什么 它是透由掩饰所取的因 而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 但是不符合透由掩饰的所取的因 而证明声音是无常的三项 这是什么呢 这是透由掩饰的所取的因 而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的过的势力 因的过的势力了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因的过的 或者我刚刚讲应该来讲 因的 我早上嘴巴也长说说 因的过的势力是什么呢 就是尾因的性向 和因的过的定义是什么呢 是以上这个是因为这个条件的缘故 而成为了相似的因 所以它后面做了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总结 是什么的话 我们简单来讲的话是什么 是因的过失者跟尾因是什么 是同意了 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尾因 跟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的过失者 这个两者是同意了 但是什么呢 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尾因 跟证明声音是无常的因的过失 不是同意哦 过失者跟尾因是同意 过失跟尾因不是同意了 如果是什么呢 凡是因的过的话呢 如果是因的过的话呢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 什么 尾因的定义 凡是因的过的话呢 一定 或者我们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是什么 是 因的过失者跟尾因是同意 因的过失跟尾因不是同意 因为因的过失是代表什么是 尾因的定义才是因的过失 尾因的定义喔 尾因的定义才是因的过失 所以因的过失不一定是跟尾因不是同意 是什么是 过失者有符合以上的这个条件 这个过失者呢 才是跟尾因是同意 而什么 如果是因的过失 不跟 这个论事的尾因是同意的 所谓的什么是 如果是这个论事 或者这个因的过失的话呢 是什么呢 是 这个尾因的定义喔 这个尾因的定义才是叫它的过失 是符合了什么条件 才为尾因的话呢 这才叫做过失啦 如果我们用白话一点 或容易一点来讲的话 什么叫做过失 就是它符合了什么条件 变成了尾因 这叫做过失 和符合了以上的这些条件 才叫做尾因 才叫做因的过失者 因的过失本身就是 它什么错误嘛 它为什么是这个错误来讲 所以它为什么是这个呢 就是因为它 它没有或者它什么 它这个尾因的定义 尾因的定义的缘故呢 这就是它这些过失嘛 符合了这些的定义 符合了这个过失 它变成什么叫过失者 或者变成尾因了 那第一个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后面这个了解的话 后面就一直推累了 就很容易的这个来讲的话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因的过失 因的功德等等来讲 我们前面在讲 因的过跟因的过失者 看大家很好 大家我们 在还没有讲完因类学之前的话 大家请像今天一样的 大家如果有对前面的 从我们从第一堂课的果正因 乃至到最后面的这个 不成立因的话 大家可以随时问 有些地方可能 我也不一定记得 可是我希望说 我们都还记得 可是很多因类学 我真的是说像 以前老师们 或者像荣不借门说的一样 我每一次来讲 我都还觉得 我还有新的启发 我每一次在看因类学 我还有很多的 也说这个还不一定 还没有来讲的 乃至说什么 我们这个都还有很多的 只是初步的介绍 很多是以后 我们有机会再介绍 适量的一品的话 会更详细的 在跟大家介绍 这只是在最前面的 在跟大家对这个 音像的介绍来讲的话 那大家可以慢慢慢慢 多思维 有任何的问题 随时都可以问 但如果大家不好意思问 我们就说什么 在群组里面发 都没关系 这个我会 如果我没听懂 大家可以说 格西你没听懂 不一定说好像 我就马上说 好像我完全 听得懂问题的 大家也不用怕说 好像 你说我没听 我没有理解大家 那没关系 大家有很多地方 我不一定是有了解到 希望我把我 我也会多说一点是什么 因为我怕我没有 理解大家的问题 我周遭都已经 把它有包含到的话 大家可以多去问 那我们下次到 适量论的时候 他就还会再 在讨论这些问题 来去思维的 好 那大家请喝长微笑 愿消三藏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醉藏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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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